你好 各位 开奖了 那个佛教呢 叫做开示了 那个比较高档 中央才叫开奖了 我叫什么呢 我叫开教育了好不好 社会教育 实际上我在 因为我学的是师范嘛 年轻的时候学的是师范学校 教物理什么教数学什么的 当教师实际上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那个是没有 没有其他人的想法 没有什么传到所有解惑 这些观念 当时就是因为看到教师 他一年要放两个假 因为学生要放假嘛 教师也放假 我说这个多爽啊 一年放两次假还有工资 那多好啊 我说我想办教师 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了教师 但教师干了没多久 然后我觉得不爽了 因为教师虽然比较 时间比较宽裕 但是钱不多呀 那个时候 你照原子的呢 还不如卖茶叶蛋的那个年代 在八十年代 所以说我就下海了 就下海了 然后一路过来 就走到现在了 现在都退休了嘛 好 今天要谈一个比较延续的话题 这个话题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但是因为中国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那种统治下 绝大多数的人脑子被洗了 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 就对传统的那些东西也好 或者是感性的东西也好 他们就转不过弯来 哪怕就是人到了国外 他现在心还在墙内 因为他从小就被洗脑了嘛 所以说听到我的新的思想 他们就觉得受不了 比如说 昨天我就对了个死刑的问题啊 因为加拿大人不是被判了死刑吗 毒贩啊什么的啊 就判了死刑 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不对的啊 当然我就把共产党扯上了啊 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 对发表不同意见啊 我能够理解 但是我希望这些人 我想绝大多数人比我年轻了 可能比我孩子还小 就听听吧 听听 因为一个固定的观念 要想把它转变过来 基本上在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除非像共产党那样 把你墙子的关起来 牢叫 关起东云 然后你天天洗脑 天天洗 你最后哦 共产党好 共产党为大光荣正确 爹心良心都不如共产党心 那个时候就彻底被洗了 那么像我们这种 就是思想比较民主的啊 就是跟你讲道理的呢 你是听不进去的 你觉得这个老头他们乱说 然后就觉得好 你这个老头没什么名堂 好像什么都干不了 就嘴巴会说 我嘴巴也确实会说 我跟你讲 我会说到什么程度啊 我小的时候呢 我们家里很穷 因为我父亲三岁的 我在我三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被抓走了 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政治理由 就是六零年代了 因为六零年实际上 都是离那个所谓解放以后 镇压反革命啊 反应这些都已经过了 照说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但是在六零年1960年的时候 我在三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被抓走了 开始就是派出所的民警片 就来告诉说 方书生啊 把破盖决员带着 去学习三个月 学习三个月 也没有什么 不知道什么罪名啊 就去了 然后去了以后 就回不来了 就叫劳教 罪名就是恶霸 你想五几年的时候 镇压反革命 打什么三反无反 什么那个时候 如果真他真是一个恶霸 早就被镇压了 早就被枪毙了 他不是我吧 他就是脾气不好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动不动 要骂人也是这样 我观众一般不骂中国人 我骂西人 西人经历我又喜欢骂 因为他们往往对我们 有一种偏见 觉得他们这个亚洲人 每天还英格厌武的 上班还很快乐 他一旦看不惯 看不惯 他会找点茶 找点茶来教训我 如果他说的对 我肯定得接受 我这个是比较 心情比较开阔的嘛 但是他要是说的不对 而且太对不好 那就对不起了 我就跳起来 哇哟 往往他们吓一跳 没看到哪个亚洲人 什么越南人 中国人敢这样 就比他们这种精力 这样好玩 而且这样叫嚣着 因为我声音很大 自带喇叭 好 我那个时候呢 家里边 父亲都被抓走了 抓走了就一去 永不回咯 就是25年 就在那个四川边界的地方 最主要是在额边 额边那边说什么挖什么矿 很危险 然后最后转到那个林南 林南也叫千辛矿 那么我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看到过父亲 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工作了 然后我才去看他 很远 看他 好 然后我下海之后 挣了点钱以后呢 我就把他从那个地方接回来了 就是整整25年 还在那个地方待了 好 那么可能很多人 就认为你发明权 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共产党弄了 弄了20几年 你是不是对共产党仇患不 我一点不 我和绝大多数人不一样 绝大人可能对共产党的生活痛绝啊 就是一口四甜 开始学论和控诉什么的 我没有 因为我太了解人性了 因为在过去22年来 我就业余时间 专门研究这个人和人性 我把人研究得非常透 任何事情我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我不恨任何人 就共产党把我们家庭 就是严格的说是搞得家破人亡 但是呢 我不恨他们 一点都没有 一丝一毫的恨都没有 OK 为什么说家破人亡呢 我父亲没抓走以后 家里边 我母亲一个人在茶馆里工作 钱很少 当时带着三个孩子 我上面一个哥哥 我下面一个妹妹 但是那个妹妹 就是因为家里穷 生了病 不能送医院 就像现在一样 你生了大病 你也不敢送医院去 就合伙地死在家里 我那个时候很小 我三岁 我都记得很清楚 天还没亮 还那个灯开着 然后就有一个男的进来 把我们那个妹妹 用一个席子 那个足席 裹上 然后跨在肩上就走了 但是我不懂 我就问妈 我说她把我们那个妹妹 弄到哪儿去啊 我妈妈就说她把她送到河对边 就是长江的对边 叫南岸 叫南山 就说到南山那边去了 那么当然后来大一点 她就告诉我 可能也没有送到南山去 因为那个要过河很麻烦 说不定就走到河边的时候 就在那垃圾堆里边 就扔到水里边去了 就冲走了 这份是死了人吧 老婆肯定家是破了嘛 父亲回来不来 妈也被迫离婚 就家破了嘛 因为家破了以后 我父亲他就回不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有户口嘛 他没有 他立了婚 他跟重庆没有关系了 他就回不到重庆 当然我后来 85年的时候 我挣了钱 我把他弄回来 那个时候就无所谓了 那个时候 那个就不要改革开放了 但是他被关了25年 没有一个人向他道歉 没有什么平反这一说 因为他不是政治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改成右派了 或者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给你 拿个单子说平反了 还给你什么 补发工资什么的 他一个是没有工作单位 二一个他是根本不涉及政治 他就是得罪了人 脾气不好 就像我这样 有时候脾气很暴躁 一暴躁起来 天不怕地不怕地 要拉人下火 下厂家里面去喝水 所以人家就口头上说 他是个恶霸 但实际上不是什么恶霸 就是脾气不太好 脾气好暴 那么他这样 对他来这里的政策就是毁了 从三十几岁震荡严的时候 就关了25年 你说 你说怎么样 但是我这个呢 比我父亲聪明一点 就是什么呢 我不会去硬碰的 我不会像国内那些上房的人 为了一个什么冤架冲案 上房跑了20年 成个小姑娘 变成个老姑娘 就什么都没有 我从来不去 我从来不会去什么上房 什么投诉什么的 我就自己找自己的出路 我跑 对不对 我在国内其实也混得挺好的 但是我还是向往自由世界 我就想到世界上去看一看 女士就跑到澳洲来了 跑到澳洲来了 一看 哇 这个地方太好了 我不走了 我就不走了 我就在这里待下来了 然后也待下来了 然后把国内生的一个孩子 又弄过来 然后这边又生三个孩子 然后又弄了一个过来 结果养大老婆和孩子 三个老婆和老婆和孩子 我的老婆漂亮 你们看在后边 这里给你展示一下 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喷嚼 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觉得我好像很差 像不差 你看我这个大老婆多漂亮 漂亮 就是后来中年也很漂亮 小老婆最小的老婆 也很漂亮 很有气质 比我个子高 这是我的小妹 也是原来我的女朋友 挺好 你看我这些人好喜欢我 我在这里是人见人爱 OK 人见人爱 你看这些小孩子都喜欢我 这个照片浓缩 大概五六百个人在武汉肺炎之前 跟我照相 他们把我带明信对待 说实话我这辈子是过得很爽的 我简单说就结了三个老婆 生了五个孩子 全养大了 而且我又当了重庆立方集团的副总裁 负责外购什么融资上市这些工作 我走了三十多个国家 全是公废之旅游 那至于说 那天那个黄河边就问我 他说你有什么弱点 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好色 男人就是好色 看到美女就很喜欢 特别是财女 又是财女又是美女 特喜欢 好那么我这样说 是不是好像很不检点啊 或者怎么又怎么样了 没关系 因为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我也不想当官 我不存在我的那个什么操守 很纯洁 这样一个什么处理 然后在整个暗地里去干 表面上也装成一个什么大万然 我不是 因为我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 你看我现在63岁了 我头发白了 我就染了 我就自己染了 对不对 我眉毛掉了一些 我就自己画 最近才开始画 有什么关系 牙齿全掉了 换成假牙吗 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啊 对不对 人 暧昧之心 人间有之嘛 女人可以画画中 我们男人也可以画画 对不对 你要怎么说都可以 水里变水里变 OK 好 就是我这一个人呢 这一辈子呢是过得非常爽的 那些老外 包括那些老外要跟我谈女人什么的 我随便认一点出来都傻了 你知道吗 他没有去过 我什么地方都去过 我什么都看过 我都经历过 你要说犀利的这些高档餐厅 我哪一个没去过 全去过了 人家说日本女人当老婆世界上最好的 我原来就交了一个日本女朋友 那个花费大了 但是花费大不是我要爽了就行了吗 人生就爽一下就行了吗 好 所以说有的要喷我的 你至少要有我这个经历 要有我这个经历 比如说世界各国都周遇了几圈 各个家里都藏了个便 对不对 你有这个资格你可以给我切磋 否则都shut up OK 而且 你想我父亲被抓住以后 我家里面很穷啊 穷到什么程度 我住着业的时候了 我自己的纸和鼻都没有什么纸和鼻 我就帮同学 我们的同学帮他们住着业 我就用他们的纸和 用他们的铅笔 来练自己的本领 我帮他做着业 好 书是没有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 很多都是文化大革命的 其实很糟糕 但是也不也不上学 有三点时间不上学 那么我在那个时间呢 我就很喜欢看书 就是那些隔壁邻居 那些红卫兵去偷的 抢的什么书拿回来 我就借了看 就是说走路也看 在床上也看 晚上在被窝里打着电筒也看 所以看出了500度的近视 所以现在要戴眼睛 但实际上戴眼睛没什么作用 因为我这个眼睛 一个稍微比较看得远一点 一个呢就特别的近 所以我为什么讲话 不会不读稿子 因为我一读稿子就现行了 因为要处得很近 看上去很丑 所以我就从来不用稿子我讲话 就这样说 这是逼迫我说 因为我要是拿个东西来念 我那个处得这么近看上去很傻 很傻嘛 对不对 所以好 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都不会拼音 为什么不会拼音呢 是因为我家里没有一本清华字典 埋不起 但是我认识很多字啊 我认识很多字 不管它怎么上上下左右结构 怎么上下结构 我反正什么身旁运忙 我反正就是乱拆乱认 我认了很多字 也读了很多书 但是很乱 我是好读书 不就甚至好读书 而且不系统 因为你都是人家借来的 抢来的那些东西 哪里可能系统呢 所以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 我说 我老了的时候 我当我老的时候 退休以后 我一定要把这个世界民族 从头看到尾 现在退休了 我不想看了 因为那些都看起来没劲了 已经 小的时候是很有劲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水平很差 对外界也不开放 所以说看到那些西方的东西 什么的 都觉得很神奇 那时候看什么悲惨事件啊 什么之类的 那些看着就觉得很精彩 甚至连钢铁是怎么练成的 那个什么 那个东里啊 那个那个那个女的 我们都觉得好漂亮 漂亮不是这样 像天线一样 那现在 没兴趣了 现在没兴趣了 现在 现在别说看书了 看电影我都不看 电影我都不去 电影院我都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22年前 开始思考人类 开始思考 我就逐渐成了一个思想者 当然你要是我思想家也可以 因为我发现了好真理 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真理 待会我要讲 关于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死刑这个事 实际上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真理的 我待会给你介绍 我就发现 人实际上很傻 你到电影院去花钱进去 然后一进去 电影一开演 无论你多么理性的人 无论你多么聪明绝顶的人 五分钟到十分钟以后 你就失去了自我 你就随着电影的情节里去了 而这个电影的故事是编的 不是真实的 电影演员也是演的 是假扮的 不是真正的那个人 但是在那个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期间 你基本上完全失去自我 甚至有的感性比较强的 电影的主角 主人公在哭 你就哭 他在笑 你就笑 像个啥子一样 我就说算了 我不笑 说好多年来 我都不去看电影 那么电视我也不看 我家里面有电视 十几年没看电视 但是手机是一天一定要看的 一定手机要看好多个小时 如果说是要看视频 我就喜欢看documentary 就是那个叫做纪录片 因为纪录片 它虽然可能有很多假的东西在里边 或者不太真实的事实 但它基本上是要按照一个真实的东西来展示 可能会有拔高 会有贬低 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 它原则是应该比较真实的 要计时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纪录片 而其他的那些故事 什么鬼子 什么那些武打 武打那些什么 飞来飞去 那些更能更是操战 我根本不看 好 你说我是不是非常的理性 也不是 我也情绪化 原来我现在有五六个小妹 真的五六个小妹 但是也是老妹了 他们了解我都知道 别惹我 你把我惹火了 我就开始乱骂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那么有的小妹子说 哎呀 你的思想啊 你的那种讲的东西啊 什么都像个教授一样啊 他说为什么你有时候脾气 就跟你一般的人呢 小流氓 怎么差不多 我说这个事情呢 我也想通过 就是说我思想上 确实要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包括我的老板员的 重庆立方集团的那个老板 女名善 他前两天还得给我发信息 他出了本书 要给我寄过来 我都可以跟他们交流 你大学的教授 别是国内的教授了 重庆大学的教授 什么的 这里澳洲的这些西人教授 我跟他们交流 他们都认为我这个 不简单 不简单 为什么他一般说 只要谈到人类的事情 不是那种很专业知识的东西 我都能回答 而且都有自己的见解 这个不是一般人办到的 你懂吗 而且是我经过几千人测试的 就是在这个病毒之前 我天天跟人交流 百多人去砍 有时候把 我记得精彩的是 把一个心理学家 把他砍崩溃了 他说 他不要我讲了 因为我把他 我把他那个心理学 这个职业全部否定了 因为我也学了心理学 因为学的过程 我发现这个东西不对 他们实际上是一种软科学 他们老要 要往那个硬科学上面靠 因为我原来学过物理的 我知道这个硬科学是怎么回事 那个软科学 他就是软 但他又不承认 所以说我的一样样样的博 一样样的博 本来已经是毕业了 他已经是心理学家 在行医的人了 他都被我所崩溃了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好 但是还有很多 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 很多精彩的事发生 所以在去年的半年时间 有56个人 给我评价是 Great Conversation 就是跟我讲是一种 极好的一种会谈 那些当兵的 什么美国的 澳洲的海军什么军官什么的 我也是说 我说你选错了职业 你选错了职业 我也一套理论 他们绝大多数 都还赞同我的观点 甚至包括军官 他们都赞同我的观点 就是这个澳洲的军队 是完全没必要存在的 你参加海军也好 国军也好 什么的 联合的时候 你是难怕如错行 你已经如错行了 他们赞同 有一次很精彩的时候 我给两个年轻人讲讲 开始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 然后我就谈到 谈到军人这个职业 怎么怎么 我说是一个run profession 然后我就问他们 其中一个人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另外一个就笑了 他说他就是run profession 他就是你说的run profession 他就是个海军 海军 我这个人呢 就这样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嘛 焦虑了很多 我就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自信 到了现在 我跟黄河边就说 我们下战碟 所有的华人社会的人 都会到这个上面来打泪 给我提问题 看我能不能回答 直到现在还没有 当然黄河边可能也没什么 太大的劲 因为在那个澳洲之声的时候 也搞过一次 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是 主要是问我对香港的 那个反送中的看法 但是我也谈了 我的观点 从人性的角度谈了 那么现在 如果要谈香港啊 谈美国啊 这些事情呢 我都能把他的原因找出来 给大家讲 所以说呢 你看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看不惯我这样 所谓所谓道的 你就别看 很简单 又没收你一份钱 你如果你真的说 这个神经病 那么这个疯子 还真有点东西的话 你就静下听一听呢 对你多少有好处 所谓听经一句话 圣读十点书 我是把22年的研究成果 免费的奉送给你 你还怎么样 你还这不舒服 那不舒服 你还那样那样的 说不说有的人呢 就是让我来理解啊 因为这些孩子都比我小嘛 我就当学生嘛 要会人不倦嘛 我们当老师的 对不对 要会人不倦 你有那种错误的思想 还要碰我两下下 还骂我两句也没关系嘛 要孔子七岁要耳顺了嘛 我们都是耳顺了嘛 你怎么骂我也不怕 当然你别当面嘛 当面嘛 我就给你拿过来了 我看 你在那个网上躲着骂没事 你怎么骂都无所谓 现在我言归正传 就要提到这个死刑的问题了 废除死刑 实际上不是个什么新鲜的东西 是900多年前 900多年前都提伤过了 甚至中国的唐朝还进行了很短的时间一个废除死刑 是有过的 连个人说中国的废除死刑是很早的事 在唐朝都是继续进行过的 但是后来又又又又改了 那么现在在世界上呢 至少有七八十个国家都是正式废除死刑 其他呢 虽然没有废除死刑 但是也没执行死刑 大概有150多个 100多个国家吧 好 但还有很多国家还在执行死刑 当然中国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中国这些人 包括现在上来喷我这些人都觉得好像执行死刑天经地义的 啊 你你这怎么怎么样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在大概在五六七 应该十七年前 我在我的那个新浪博客上面 宣扬我这个观点的时候 有人就上来了 说啊 如果我把你的孩子杀了 而且把你的儿子煮来吃了 你会不要求死刑 我说不 我绝对不 如果某人他们真是到了这种情况 要杀我的儿子还煮来吃的话 他一定是个精神病 你精神病杀他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而且既然杀生 你应该来说在恶当中的话 人定义的恶当中是最大的恶的话 那么他杀了人 他是肯定是犯了很大的罪 犯了很大的恶 但是你又去杀他 那你这个又算什么呢 你实际上也是犯了恶啊 好 那么我的结论出来了 我的结论是 以正义的名义杀人 听讲啊 是以正义的名义杀人 就像潘洋当中判死刑 这就是正义嘛 正常正义 法律什么的 以正义的名义杀人 是人类的一大恶发明 因为杀生就是恶 这是人定义的 当然你说我们重新定义 杀人不是恶 杀人是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就没得说了 但是我们把杀生定义为恶的话 那么杀人 而且是以正义的名义杀人 就是人类的一大恶发明 为什么是一大恶发明 因为动物也杀动物 动物可能也伤人 但是 但是 所有的动物 它不会找个理由来商人 它不会找个理由来杀生 只有人 只有人 我保驾他的 我要什么 什么什么 那个董甄与炸掉吧 我要把他炸掉 什么黄金光什么 急前기에 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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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 他就是就是 就是头脑被洗了嘛 那个时候 被洗了他就认为我这是很光荣 很英勇的行为 他把对方就当成敌人 实际上对方不是敌人 不是敌人 都是误解 好 这个事情呢 你要是转不过来了 你就现在就别看了 就走了 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还有点点道理的话 那你继续听 这个发现 你如果往上去搜的话 他肯定是我了 没有其他人讲这个事情 他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第一就是死刑的问题 所有的死刑 连个来说都是恶的行为 不管你做什么 他怎么做最大恶疾 你经过多少审判 你的法律怎么怎么样 这个都是行恶 不是行善 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废除死刑啊 因为废除死刑最大好处不会冤傻 不会错傻 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加拿大这个人说 为例吧 如果不是中国加拿大最近就那个孟晚舟的事情搞得很僵 这个人也不会被杀 摸着良心说 会不会被杀 不会被杀 就是因为孟晚舟被加拿大抓起来要引渡到美国去 而且中美现在关系又怎么这么恶励 看到他是在一起难逃 必须一定会被送回美国去 然后中国就开始使用大力就把加拿大的人弄来杀 他为什么敢杀加拿大的人不敢杀美国人 哈哈哈哈 因为加拿这个澳大利亚一样 人口太少 力量太弱 你把他的那个什么公民杀了 他也把你没办法 你要是把美国公民弄来杀一杀看看 你看 说不定到处真的就直接给他飞过来了 说这个的中国人也是是欺软怕硬啊 你知道吗 欺软怕硬 好 那么你把这个人杀掉 哎呀看出去我们好厉害呀 你看你看加拿大你要把我们的孟晚舟 哈哈我们的小舟 那对不起我就给你杀三个人给你看看 老婆今后还给你弄进来杀 但是这个这个错的啊这是错误的啊 你杀人家干嘛呢 就说这个贩毒的人 你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吗 你不他没有中途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你哪个海关官员给他塞的毒品 或者是他上飞机前是其他人给他塞进去了 你完全有可能杀错呀 因为中国历史上 特别是共产党他们错傻多少人啊 然后呢平反 平什么反正人都死了 平什么反正有什么屌用啊 就像张志兴 对不对张志兴后来都说 哎呀这个英雄啊什么的吧 你把他当时合作的时候 你杀他还把他口管先隔断了来 免得他喊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如果说中国进化了文明了 没有死刑 会发生错傻张志兴的问题吗 什么玉勒克呢 好多好多冤杀的人啊 冤魂啊死去啊 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进化好 包括你这些人现在 被洗脑的人都没有进化好 还在来赞成杀这个杀那个 当人家杀到你的头上的时候 杀到你的亲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你叫天天不隐叫地地不灵 那个时候才知道方明星天在归里 喊不要就不要杀人 是多么的正确 说说了 中国人呢 真的是令人又爱又恨 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 哎呀爽啊 哥良好啊 喝呀整啊 咱们不好的事都说 个沙哑砍啊 还那么 挫骨扬灰啊什么的 这个没办法 这个原因我也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没有进化好 不仅仅是中国人没进化 整个世界人都没有进化好 没有进化的一个成熟的阶段 所以说我在说 中国不费处死刑的 有个人说啊 美国也有死刑 日本也有死刑 你给我说什么用啊 我说中国就是中国的事情 你中国不能做到就不能做到 你去扯人家干嘛 人家有人家的问题 我到那个时候地方我在一起说他 比如说美国拥有枪支这个事 这就是错的嘛 包括总统特朗普 你敢说习近平错了吗 你在中国 我就敢说那个川普说了 为什么 他在公众情况上说 说 他说啊 这个用于枪支是好人的权利 如果这些好人没有枪支呢 那么枪支都在坏人手里了 于是好人就被坏人打死了 他现在就漏了一个很很大的一个缺陷 他就忘了这些警察是好人坏人 军人是好人坏人 他们手里有枪没有 你真正一般的人 人在外面碰到这种什么抢奸案杀人案 你第一时间想的是什么 报警啊 你不是说啊等等等等 我回家拿枪 当然有的时候身上带着枪 实际上带着枪 你就是拔枪那个时候 也可能你先被杀死了 所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说 你拥有枪支 被枪杀的可能性一定大于你没有枪支 人家抢你 你身上没有枪 你举手投降 要钱给钱 保命要紧 你还不会死 如果你认为啊 我有枪 我不怕你 我要拔枪出来 你枪还没拔出来的时候 人家多多多你就完了 而且更多的时候 你就是脾气不好 像我们这样脾气不好 像你家里放把枪的话 我哪个时候 一想不通 我就要把枪拿出来 开始杀人了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枪 我就不能杀啊 这是非常简单一个道理 但是每个人想不通 他们就是宪法赋予 我们的权力 怎么怎么样 那是几百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民兵拥有枪 可以反抗政府 或者反抗暴力 但现在是一个现代社会了 就应该要文明 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去掉 尽量不要碰 那中国 中国是有禁枪的嘛 连拆头都有使命制 那当然还是有人砍人 好 那么澳洲 早就废除了死刑 实际上最早废除死刑 是委内瑞拉 比方说委内瑞拉 这个国家还真的令我刮目相看 我没想到他现在经济上非常困难 但是毕竟他死刑那个 废除死刑是最早的国家 澳洲也废除死刑了 废除死刑这么多严了以后 并没说到处都看见人杀人 实际上死刑并不能阻止人犯罪 也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 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那么按照我的理论就是说 以正义的名义杀人 是人类的一大恶法名 如果这个事情从小就灌输到人们的思想 还要加上一条 珍惜生命是人类的最大智慧 就cherishing life is the ultimate wisdom 这个也是我总结的 就是人类无论你多聪明 你多智慧 你要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呢 珍惜生命是最大的智慧 就这个问题 我把我们那个老板 女名上抵得真的是受不了 他有一天他给我发信息说 啊我现在买了买了那个 苏格拉底的那个书大资本 我要贵作毒 他要贵作毒 我说你算了吧 那个苏格拉底有什么贵作毒的 我说你这个贵作毒 就是给那个什么小车针儿听了 那二权音乐这样来的 我说没必要贵 我告诉你 苏格拉底虽然很多人说 是个大的哲学家 不得了希腊的 怎么怎么古希腊的 我说哲学的原因是爱智慧 是爱智慧 我说他自己呢 就不珍惜生命 他就是真的是不太聪明 他没有太大的智慧 我给他举个例子 苏格拉底 他实际上学过很多东西 他心里面有很多东西 然后他说我什么都不懂 你首先这不诚实嘛 对不对 这是不诚实啊 你懂很多 但是我什么都不懂 你谦虚过分的等于骄傲的 好 然后他跑到街上去 看着人家穿得很豪华的 像现在的一样 坐豪车的这些人 都是有点背景的人 他就把人家逮着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 我就开始问 他一步一步的问 就反截法所谓的 就把人家最后搞得很狼狈 打不出来 你 这就是叫 你真的是没事 你跑到街上去拉仇恨 你去得罪人 人家本来自我感觉良好的高大上 就跟刘夫人跑过来 问人家一些问题 人家最后打不上来 就恨你 恨你很简单 就这个 逻辑一个罪名 就说他是 煽动青年 暴乱 造反 就审判 判死刑 判死刑 关起来 关起来他会说 他嘴巴会讲 他讲 就把管他的油局说动了 就像我们现在的牢教局的那些管理人员 说动了 说动了以后 他就让他走 就说你跑吧 我放你 他不行 我要不牢地坐穿 我要死在这里 我要亲死留民 他真是在那个地方 就喝酒 毒酒 毒药 就喝死了 你这个就是对生命不争信 留得青山寨 也不怕没柴燥 像我们的邓小平那样 对不对 三起三落 承认错误 永远不翻案 我起来再翻 对不对 这不聪明 所以说 我把这一道理讲过 我们那个宇明生先生 听了 他气得不得了 你知道吗 人家都觉得我很少他的面子 那个不是少面子 我说实话实说 我不管你什么亿万富翁 不是亿万富翁 但是你的观点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纠正你 我就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是又臭又硬 没办法 因为我说 我既然是你的学生也好 是朋友也好 我都不跟你说真话 国内那些人 哪个敢跟你说真话 国内人都是拍马屁的人呢 哎呦 云总不得了 哎呦 你写的文章没问题 你马上要出版 流芳百世 那是不写的嘛 那是 那我就给你看的出了问题 看的问题 我得快点说嘛 你听不进去的是你的事 哎 他果然很生气 你知道吗 果然很生气 不是一件事 好多事情 就这么达到了动作的旧的程度 最后他实在老脸挂不住了 把我拉黑了 哎 但是前两天他又想通了 他又跟我说 哎呀爸我现在出了本书啊 对吧 第一次告诉我给你寄过来 他就想过来了嘛 人家八十多岁的所谓的成功的企业家 那个亿万富翁 他都能想通 你现在听我讲这些人 你有什么想不通 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东西 说十二话 真的是无价之宝 你得 你拿了我的东西 你还来骂我 你真的是没良心 好 刚才说 全世界废除死刑 按照我的理论 以正义的名义杀人 第三是人类的一大恶法名 珍惜生命是人的最大的智慧 是人类最大的智慧 第二 就是所有这种暴力行为 你动不动想杀人 你很多人 每一个人我相信 哪怕男的女的都有某一个阶段 恨人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忍不住要杀人 那么你如果把我这句话记到心里面以后的话 你就可能减少这种要冲动 杀人的冲动 这种暴力行为就会减少 第三更大了 你当兵的 打仗的这些人 保驾卫国这些人 你要是听到我这个话 我为什么要去杀对方呢 人家什么庆约者 为什么不能谈呢 就像这是中印边界打仗一样 中国印度 这个实际上在我看来是特别 特别傻的一件事情 然后可能你们那些在国内的人 哎呦 我们要保驾卫国 我们针锋相对 趁土不让 你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让出去多少土地啊 整个外蒙古让出去 只有中国共产党赞同 国民党都不赞同 是共产党赞同 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大家庭嘛 苏联老大哥嘛 苏联老大哥嘛 苏联老大哥要让外蒙出去 让他出去吧 你说卖国谁卖国呀 谁卖国卖了这么大一块 都没说 还有那个东北那边那一块 那又是几百平方公里 所以说现在说什么汉奸啊 什么卖个嘴啊什么的 说这个话的人 甚至包括这些当官的 他们都不过脑子的 到底谁是最大的卖国嘴 这不是很明显的嘛 都是历史史实啊 不是假的 好 那么士兵们如果记住我这句话 他就不会那种拼命去打了 哎我就说 那个不是西德东德原来隔开的时候 柏林墙 有人要跑过去 从东德跑到西德 然后有的士兵不是开始开枪打嘛 那是执行命令要打嘛 但是后来不是审判他们的时候 法官就问了 他说虽然说你是执行命令杀人 但是你为什么不把枪口抬高一寸 这个是做得到的嘛 那就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愿意杀人 并不是说你是被迫的执行命令 并不是说你是被迫的执行命令 说当兵人一样嘛 你心里是想杀人的 好不容易有机会杀人不赏命 杀人不坐牢 活里活发的杀人 但随便也随便也随便乱扫 如果人人心里面都想到 杀人是最大的恶 那么我们就会想 我是不是不要这么激动的去杀 我们也不要激动的这样去搞 大家要去谈 你看中英编辑不是谈吗 现在 但是谈 几十个人已经死掉了 如果是我 我来管这个事儿 很简单 不需要什么去指责谁什么东西 你想那个地方 又高又寒 天寒地冻的 你把这些年轻人弄到那去 两双方队子做干嘛 我跟你说我 我很好解决 请联合过来 去美国这些大国来 画一条线 然后上面卫星做好 把这个线固定下来 好 协定签好 两国边界就是这条线 也不一定要实际画 就是在那个卫星的图上面 地图上面画 双方都承认 接受 永远不会侵占 过去也不会侵占过来 于是 双方的兵 全部回家 抱老婆孩子 老婆孩子在抗头 你在那么高寒的地方干嘛 全部回去 实在觉得要象征性的 留上两三个人 在那晃荡晃荡 也可以 不就解决了嘛 又不用死人 又不用大动干戈 还有你在那里修什么公路 那个地方因为有储产 因为什么道路 因为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有利 修什么公路干嘛 只要双方都很坦诚的话 这些都是很好解决的 甚至中国的外交部 我会说他是 他是一个 根本就不是 执行那个外交的 外交的政策 他不是外交 他就是丢人现眼 当然你在国内里根本不敢说的 你只能骂我 你说我是汉奸 我觉得汉奸是很光明的词 现在我发现 一般当不上 我也当不上 那个美国那个余孟春也当不上 因为他是美国籍 他美国籍就不是汉人了 对不对 他当不上 我也当不上 那个余孟春的那个名字 还会被高考状元 还被那个喘掉 那个也是很好笑的事情 我都想他们在 把我的名字刻上去以后 再喘一下 那也很爽啊 哎呀都是好笑 都是好笑 都是人为 都是人的智商 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都为了表示自己好像很忠诚 自己很怎么怎么样 好 那个印度的问题 可以这样解决 西藏可不可以解决 打了喇嘛 你让他回来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嘛 你看一下西藏就独立了 没这么容易嘛 人家说了不独立嘛 你还可以谈嘛 你让人家回来看一看嘛 人家已经跑了几十年了 死不了人 你这么大个国家 你这么多军队 这么强大 你打了喇嘛 就把你宣翻了 你说你这个证据还有什么活法性啊 你还有什么自信啊 你没有自信嘛 你没有自信嘛 新疆也是一样 新疆 外国人 他们可能受了东突击市场那边那些那些土耳其的人 那边人要想要想独立 这个也很正常 哎 那么你就去做实验工作嘛 你跟他谈条件嘛 好好地弄嘛 你把人家关起来 然后哪怕哪怕哪怕 许个福祉都要把他关起来 你看那都过分了 就是你就 你是大汉族主义 你就才有这样的办法 当然你会有很多方法来查 反驳我 哦他们杀我嘛 那怎么怎么样 你会有很多证据 那我也承认 对吧 但总的来说 任何矛盾都会通过交流沟通解决的 但是如果你一味的输出武力 你认为你非常的强大 你非常有武力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越演越烈 甚至包括现在美国 对那些当官的进行 叫做惩罚 哎 包括香港那些人当官的 有什么好吗 他怎么都会不爽的 你可能在中国那边说 哎呦你是爱国干部啊 你怎么怎么怎么 敢于跟美对国主义唱上 对他行 你很英雄 但是你要是出了中国 说不定 你就被抓住了 你知道吗 而且你 而且这当官的 多少都是贪污的嘛 在国外存了很多钱的 都被美国给你冻结了 惨了孩子的签证什么 给你取消了 钱也用不到了 你也不敢出中国 这些都是 都是很多很多的误解在里面 包括这是美国宣布 那要要进那个抖音 海外的抖音和微信 实际上在两三个月以前 美国的一个民运人士叫 杨坚利的就发 发出了一个号召 要起诉腾讯公司 原因就是微信 在新疆 成为了那些新疆的人 还有微信成了一个 中共监视人民的一个特务工具 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是反对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进来以后 对于我们海外华人 留学生什么的 免费通讯就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是反对的 我是公开反对的 我就不怕任何人跟我跟我唱 于是我就在那个明镜电视上面 主持了一次一次讨论 一次辩论 那边是还派出了一个律师 叫李静静的律师 然后我就讲 但是实际上还是 还是我说这些道理 你起诉他 他最后就是把国内国外切断 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 国内国外一切断以后 你国外的华人就用不上了 用不上就不爽嘛 好 那么这一次美国宣布要要进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又不反对了呢 我不是不反对我反对不了啊 因为那个杨坚利 我可以跟他讲道理 我说你这个大官司又花钱 你浪费民运的资源 然后影响民运的声誉什么的 那个还可以说 但现在美国政府要进 你怎么怎么去说 人家他有他的一个高的角度的一个理由 我们去说没用 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呢就是这个事就认了 我们不能用就不能用了 就当从来没有发明这个东西一样 这样一想就想通了 你还可以打电话对不对 还有什么Skype 还有其他的一些付费的一些东西 就加点钱嘛 虽然没有那么方便呢 也将就用吧 那么等到中国实现民主了以后 那些什么Google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这些都能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完全没问题了 所以说中国人民必须要忍受一下 忍受一下 这是中国人的命 你知道吗 中国人的命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下来 直到现在还是一党专制 这是中国人的命 我们不是说中华民族 什么可能勤劳勇敢吗 勤劳是勤劳 勇敢不一定 因为十四亿人让这样一个共产党独裁 把整死了几千万人 还居然让这个魔头躺在天安门广场上 这就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一个耻辱 你就容忍了这个共产党继续存在 而不出示它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耻辱 所以为什么我在澳洲待得好好的 我现在突然对这个事情这么起劲呢 因为我是以前我要我要养家扶口 我没有精神来搞这个事情 我每天工作十二十三 甚至有一次连续二十三个小时工作 我没有心思 没有时间来搞这个事情 现在我退休了 这就好了 退休了我足够的时间 就像方舟子那样 你整天二十四小时可以收到电脑旁边 就给你闹 你要搞我很麻烦 所以方舟子为啥是他打架 一打一个准 当然也可能有错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家都只有求饶了 因为你不可能像他那样专业的 全天傲的去挖你去搞你 最后把你什么都挖出来 而且因为中国的一个体制 已经让社会形成了一个 说假话做假事 这个成了风气了 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如果是传统的话 就成了中国的一个传统 新的传统 他当然没办法 最后他得罪了谁 你们知道吗 他得罪了习近平 为什么得罪了习近平 因为他到香港凤凰卫视去采访 去受采访 凤凰卫视实际上也是总成二部的 是中共控制的 主持人挖了个坑 就说 哎呀 房先生 你对那个学历打架 你打得很厉害 是啊 连部长 科技部的部长都被我打了 那人家就问 他说那习近平先生的 习近平主席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博士学位 你觉得怎么样 这就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如果遇到我 这事免谈 哎 你懂的 哎 你懂的 我肯定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吗 但方舟子他就是情商比较低 他智商很高 情商比较低 他当时就转不过弯了 就说 他说 哎呀 这些领导干部 他们的论文 那都是什么秘书帮助写的 完了 完了 你就把最 最高领袖的博士文凭跟人家否定了 你说是他秘书帮助写的 其实习近平他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但是下面有拍马屁的 那个有名有姓的那个拍马屁叫卢伟 就是叫做网信办的 专门管这一块人 那个人 他是网信办的主人 后来也被主国外关进秦城了 也是可能贪腐什么的 好 那么就立即把方舟子所有的 网络上的东西全部封了 一下就封了 那中国干的 中国人干这种事情特快 共产党干这些事特快 立马就把他封掉了 一封掉了方舟子一看 完 傻傻了 以前还一再舍不得走 在中国呆走 跟什么斗寒寒 什么那个罗胖 什么的 崔永元 在那斗 他都不怕 但是现在 网信办把他封了 他觉得没戏了 他只好离开 这片令他深深热爱的土地 和这个土地上不那么被人爱的人们 他只有到美国去了 好 现在在国外就是 YouTube上面呢 或者Twitter上面呢 还搞一搞 我跟他是有一点有点关联的 因为他在跟寒寒斗的时候 我是坚决支持他的 哎呦 那个时候是春节时间 完全比看春晚还要精彩 我们天天追剧啊 就看寒寒怎么搞啊 然后帮助是怎么博呀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打别敲鞭骨啊 然后拿天价呀 最后把寒寒搞得灰脱脱脱 哎 那段时间我很兴奋 也像现在那样 晚上都不睡觉的 天天追剧 还在全世界 发动华人支持帮助子签名 还搞了一个网站 那个那段时间挺精彩 但是后来方舟子呢 他把我拉黑了 他把我拉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 像方舟子的科普和打假 也是一种民运 就启发人民主嘛 就是启发人的思想啊 进化社会风气 也是一种民运的一种形式 但是方舟子呢 他那个时候 他还想回中国去挣钱呢 他老会是新华社的 我们都知道新华社的那个 那个背景就很厉害吧 都是属于党的最最关键部门 你什么 免给他说就是特务啊 可能他老婆不是特务 但是这个机构有特务的性质 新华社我告诉你 在国内当地方官都怕新华社的社长 为什么呢 新华社他会给你写内餐 你这个当官呢 不管你是市长也好什么也好 他是个新华社人 他可以把你官坚持住 然后他可以给你反映上去 叫新华社内餐 好送到高级那部分的领导人那去 如果是他发现你这个地方官有问题的话 你这个地方官就完蛋了 所以地方官一般都不敢惹新华社 所以新华社相当于是一个 中央派到地方的一个特务机构 监视了这些人的 当然很多很多系统 很多系统 比如国安啊 有公安就有公安的 什么国内治安总队呢 还有什么中联部呢 是对外的了 什么还有总参的 什么的 那个很多了 要国内要管管理 把管理的管理的 现在更好了 人脸识别什么的 到处都是都是贪头 你基本上要想搞什么 啊 动乱什么的 很难 好 方舟子呢 他就 听不过去 他就觉得我好像是 给他下 下眼药 他就把我拉黑了 他就把我拉黑了 但是我这个地方在这里好 我他尽管我拉黑了 我知道他情商比较低 但是我还是到处宣传 我说中国就应该要让方舟子回去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习近平应该下个令 把方舟子重金聘回去 让他扮任什么科教部部长 专门对权贵人们进行科学普及 然后还当一个是职监部的打假办的主任 让他全面开展大假 把中国的社会风气搞好 多好 信用体制真正建立起来 但是共产党没有这个 没有这种心胸啊 他没有像我这样心胸 你又把我拉黑了 我还到处推荐你 他没有这种心胸的 他们都是小兔鸡肠 得罪了 他有辈子都打住了 所以中国好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这种人 给他提建议 但是像你们这看的人当中 有的人都觉得 哎呀你这个人太狂了 你他妈这个你算什么了 你怎么什么什么了 你只能在这里嘴巴上讲 你在现实当中一塌糊涂 但是现实当中我太愉快了 我太愉快了 我愉快都不得了 我天天都是everything is holy的啊 每天都在过节 好 现在谈到那个方舟子了啊 那么死心这个事儿 我还得继续富裕 尽管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说 一眼还压 要把你的亲戚杀了 我们一定要杀回来 你这样杀了他去 永无临日啊 永无临日 中国人民心好 绝大多人心还比较好 不是这样杀了下去 如果人类从开始就这样杀了下去的话 早就人类都被杀光了 没东西我们在 还有有的呢 好像很爱国 好像很有正义感什么的 还有什么有那种中华脊梁 我有一个观点啊 我说中国人啊 连格的说脊梁啊 中华脊梁啊 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一次一次被打断了 要蒙古人进来 把你的中华脊梁打断一次 那个满族人进来 又打断一次 你还有什么脊梁啊 像我们这样现在还有一点点硬气的 可能就是那个基因里面还缠成了一点点 就是我们重庆人的那种脾气 就是火爆脾气 还有一点点 虽然可能都都没什么脊梁了 说实话 因为我也不敢到天安门上去啊 我也不敢到天安门上去啊 习近平出来 把毛泽东那个尸体移走 我也不敢了 我只能在这边喊啊 我在那个大岛上 在那个澳洲的大岛上隔海喊话 我只有这个只有这个勇气 我并不会像那个刘小波那样 刘小波 说到刘小波 他这个人也是也是个好玩的 六四发生的时候 他在美国 他不像绝大的中国学生 或者访问学者也好 就留在美国了 后来都拉到永居了 然后回了光中药主什么的 他不 牛四发生了 他就认为那个时候 到中国是他的前途 他看到了机会 然后他就买飞机票 就从美国飞回天安门了 就参与了这个牛四 六四 六四以后当然被抓啊 什么的 电视认罪啊 什么 说天安门前没有死多少人啊 什么的 他也都都搞过 他也认过 相当也服转过 然后他又出来 我怎么认识他 就都跑到系里来 搞演讲 那时候我们也请他 我还跟他当翻译 我当时很大 迟了已经 我想他是他美国的访问学者 美国访问学者 应该英语是挂挂叫嘛 绝对不行 我跟他当翻译 定酒店什么的 耐诺 而且我也发现他 发现他很大的弱点就是什么 他私下谈话的是个结巴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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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讲得特略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怪 在私下的时候 我们走的时候 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然后演讲的时候站在台上 坎坎而台 no problem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 他居然出来 他不在国外待着 他又回去了 然后他去搞什么零八宪章 搞了三百多人签名 最后共产党心想 你以为我是病猫啊 你在这地搏弄我 你怎么关起来 直到最后 肝癌 当然我们都说是被肝癌 但是人得不得肝癌 那个东西也说不清 因为至少他在和 诺贝尔和平讲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没放他出来 这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罪恶 你知道吗 你把人家关走 关在你脑里 然后在国外 他获得了 诺贝尔和平奖 你等下你成就了他的英明 就他死了以后 你也怕他 连他的骨灰你都不敢保存 你要叫他的家属 拿到海里面去撒了 连一个坟包包一个牌 都不能理 就怕他英魂不散 今后当中国实行了民主的时候 人们会去祭奠他 或者我们会去控诉共产党 什么的 干脆把他撒到海里面去 这些说明共产党实际上看似很强大 实际上心里很虚 很虚弱 我在两周以前 就是在那个美国 那个国父亲讲话之前的一周以前 我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要求中共 要实现民主 然后我也傻 我也放了个傻 我就把我那个视频的声明 我就去贴在那些 什么华春莹 赵立坚 什么崔天凯 他们的那个推特上去贴 我的意思是我让他们知道 我让他们知道 我这个报名前在西里发了一个声明 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了 开始 哎呦 那这个 我现在想过来 完全是自己找麻烦 第二天 我那个推特就被封了 我也理解 我开始不太理解 我说他妈的这些人导弹 我是心胸坦荡的 给你贴在你个下面来 你就马上去举报我 然后我就被被封了 有人说那个推特公司不是中国公司 你怎么会封 我说很简单 比如说华春莹 他一看这个家伙导弹 马上 转发给他的那个国安部的人 国安部的人一看 这个真导弹 马上通知在美国的那个特务 一个举报就上去 这个人在那个推特上乱发东西 怎么怎么样 推特他又不管那么多 他可能甚至是可能都是机器人 就直接就给你封了 封了是到现在两周了都没解封 但我也能想得开 我想如果是华春莹 他看见我这个东西 他不去汇报 他也有问题 他也实质 他去汇报给领导 或者是领导又转给了国安部 国安部的人不处理也不行 他们也怕呀 所以发消息 发那个信息到美国去 或者是海外去 然后开始举报我 这些都是执行任务了 所以我能理解 那么推特自己没解封呢 我也能够理解 他们可能也很忙 太多活 太多 现在又是病毒期间 他们可能工作人员少 也没有管这个事儿 因为反正那些都是免费的嘛 对不对 他不给你解封 解封不解封都死不了人 所以我也就这样了吧 但至少我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共产党它是因为是以党专制了 它办事效率比较高 而在民主国家呢 那办事效率很低 所以经常中国人嘲笑西方人 你看看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 我们特色的社会主义 你看我们那个病毒 一封城一下就搞得很好 然后西方人操作也都不会操 他就忘了这个病毒是谁搞出来的呀 对不对 对不对 在武汉的时候爆发的时候 李文亮他们那帮人 把这个信息传出来 你还要去训解他 然后你一直压住这个东西 还让这些人在全国到时候 还坐高铁 跑得那么快 病毒传染得快 还关键是 最超能是把这个病毒 有五百多万武汉人 把它散发到全世界去了 然后再说啊 这个要人权人杂 我们要联防死守 联防死守 但是西方国家就会反过来 因为西方国家是民主国家嘛 他们不能像中国那样 专制的一说封城就封城 你一家里在家里呆住 你谁都不敢出来 西方你要下个什么命令 对不起我们老百姓还有意见了 所以西方那个病毒传染的就比较厉害 就治理起来难度比较大 因为毕竟人们不太听话 就对他有自由嘛 就像我们西里澳洲 这时候墨尔本他们又爆发了 为什么爆发 就他们要抗议 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 那个运动 在美国过来的 这些也是傻呀 那一个黑人死了就死了吧 对不对 美国他自然会处理嘛 该赔钱该赔钱 该怎么安装该安装该盗钱 就完了嘛 你在澳洲闹什么了 澳洲也上街去游行 要抗议 结果 新冠病都可不认理 就要传染起来了 这都是人的一些毛病 都是人的自己的毛病 改不了的 好 那么我喇喇喳喳谈了这么多 你觉得我这个有点道理呢 你就免费笑拿了 如果没有道理呢 也就算了 就当没有听这样想 帮你一个神经病 他喜欢这样聊 乱看 说到这里我再给补充一下 因为昨天就说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虽然是感觉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又很激动 又讲话又 又又又天乱地白的 天马行空的 我说我是为了中国人民发疯的 我是为了中国人民发神经的 对不对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自己早就取得自由了 我早就民主了 我选票 没自选 我都去选 不想要被发款75块 你呢在国内 你不管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孩子 或者你本人 你去参加考试 考得很好 但是被人家顶替了 甚至包括工作也是一样的 人家是一个什么当官的子女 特别是个公务员 公务员 我原来我一个子女 他要考出公务员 他成绩考得很好 考到那个去的第二名 他就怕不被录取 叫我去跟他走后门 找我的老板 宇明山当时是重庆政协的副主席 就像想找他去打个招呼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就没有打招呼 就没有被选上 你们也可能这样 就是你考公务员 你成绩他很好 也可能就选不上 因为你的背板不硬 你的背景不行 那么我在1975年的时候 我高中毕业 在家里没事 我当时我的继父是一个工人 在重庆商业出移公司当工人 好我们就算是待业青年呢 待业青年呢 公司有时候要管我们嘛 就叫我们去考试 说那个中专 叫做重庆财末学校 财末学校 现在应该是财末大阁了吧 财末学校招生 就考什么很简单 就在会议室里边 一个发一张纸一支笔 写篇作文 我写作文可厉害了 我从小写作文都很厉害 因为我书看得多嘛 从来不需要打草稿的 我就写了 然后第一个就跑出来了 人家那些公司宣传过那些女的 对我刮目相看的 我自己写的好看 又写的快 都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明落深山 最后没有我的戏 因为我父亲只是一个 我的继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其他那些什么当官的什么的子女 就一下就把我抄过去了 这些都有其身体会 但是我不愿意他们 我不愿意他们 我如果是当时去读了那个中专的话 当一个什么会计 什么我现在也就不能疼了 对不对 包括后来读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 也是读了一个专科嘛 大专嘛 也是因为我父亲 那个时候 我父亲还在那个 那个老教农场里边的 所以说档案都没罚过来的 因为那不是要正审吗 要需要父亲的档案吗 因为那个农场呢 他根本就不像我父亲的孩子 能够去读大学 你要一个老教老改 老改犯 你的孩子要读大学 你今后不是更趾高气扬了 他本来就喜欢骂人 今后更要骂他们了 所以他把我父亲的那个 那个大严 没有过我们寄到 寄到招生这边来 只是我成绩考的比较好 就还是把我弄到那个 弄到那个叫做中专 读代帽读大专 叫做那个 还是七七几 七七几 学物理 因为年龄当时比较小一点 所以说 把我们这种年纪小的 就去弄去学物理 因为学物理他又要学物理 又要学数学 难度比较大 年纪大的 教他们去学中文 那个学起来比较轻松 所以说呢 我就悟住歧途了 我就悟住歧途了 三年的数学物理 学的好苦哦 好苦哦 最后还一事无成 最后 交了两年书以后 又把他放弃了 直到现在 我那些高等数学 全部全部还给老师了 但是 他这种训练 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 就是潜移默化的 是我增加了这方面的能力 也就是说 我有了这个理科的这种思维 又有文科的这种激情 我文科是自学的啊 由于这种文科的激情 所以我分析事情 判断事情的时候 我既有理性 又有激情 比如说 那个 读幼幼 获得了那个 诺贝尔奖 化学奖 医学奖还是什么 发明了那个 叫做青浩素 是略极那个东西 哎呦 当时我的那些朋友 什么作家什么的 他们在这里说 哎呦我这是中国医药被世界承认了 怎么怎么 中医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马上 我根本不看任何报道 我马上就说 这不是中医 这个不是中医的荣药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那个 冷清洗法呀 把那个东西提出来 不是中药的煎药的方法 中药煎药法是装很多水 然后就凹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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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 那个那个核心就没有了 把药的核心都没有了 他是用的吸的办法 用的低温的浸舌法 把它浸出来 根本就不是中医的这么回事 当然他是从中医药里面得到启示 这也是这也是事实 但是具体操作 他不是按照中医药的这种制药的方法做的 所以不能算在中医的头上 所以紧接着诺贝尔那个发奖 那个委员会的就说 就成见了 这个不是奖励中医啊 这个不是奖励中医 不是奖励中医 因为中医它有很大一个毛病 为什么方之子非常反对中医 因为方之子是学化学的嘛 他是生化的 博士 他就知道这个有很多的问题 这样我不是学医的 我也知道他有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就用物理的思维来考虑 就是这个中药 几千年下来 几百年下来 他是不断的试试试试 对一部分人有作用 那么 就认为这个是 林大庙药啊 就是良药的祖传秘方什么的啊 但是就没有仔细在想 这些药当中 这么一大包 那里面的有效成分是什么 真正对你这个病 起作用的 肯定是一点点那个有效成分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一大包 还有理论什么 有的是信实适应田什么什么 好 然后 弄起来熬一罐 一罐苦水 还要良药 苦口 利于病 越苦越好 就这样 喝下去 好 如果什么 遇到 霞耗子 什么 狭毛遇到死耗子 就撞上了 病就治好了 治不好就死掉了 也就磨命性病就死掉了 所以中医它有效肯定是有效 但是它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把这些药物成分的有效成分分析出来提炼出来 治成相当于真正的忠诊药 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还要去临床实验什么的 但是中国人哪有这个耐心啊 没有这个耐心的 甚至也没有这个钱 就这样乱七八糟弄吧 还有国宝 然后就你谁反对中医 那不得了只要拼命 因为你砸了几千万人的饭碗 还有神医什么不得了不得了 我说神医 我说如果真正有神医的话 神医中国人这么多累都累死了 看都看不过来 那个不可靠啊 不可复制啊 神医不能复制的 也不能说一个神医生他几千万个个神医出来 不可能的嘛 那是长期的经验积累 好 你看从头到尾你都看见我 我是一种比较理性的一种科学的一种方法来判断这些事情 所以我从头讲到现在 我有这个本领 我不会自相矛盾的 OK 这是我的本领 我也不知道讲了多久了 我曾经 我看看这个是多少时间 一小时十四分五十二秒 我曾经在四川外语学院用英语给他们学生讲 连续讲了三个小时 没有一个人上厕所 我也没有任何草稿 我就这啃啃啃让他们讲下来 而且还跟这个重庆余中区教师进修学校 全区的英文教师 跟他们讲 如何把英语搞好 我这个演讲所说 就是那几年在重庆操练出来了 开始我们那个余铛山先生 因为原来年轻的时候被关过嘛 关了九个月 他就胆子很小 他就说哎呀小方你最好别在外面讲 他言都别识啊 他说你这样讲会讲出问题的 我说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讲出问题的 因为我们回国都是 国安局公安局的那个工作对象 就是我有什么公共的活动 我如果到哪地方去演讲 下面都有国安局公安局在那做笔记的 我就有这个本领 我不会讲错 我不会乱讲 我还不会违背他们有关的规定 所以说我才有这个自信 现在在视频上来讲 这是小儿科了 有的可能有一种概念 觉得新东方的一些老师很牛 对不对 新东方的年轻老师很牛 他们讲过那是不得了 但实际上新东方的年轻老师 到我的那个场 现场来 就是我原来在重庆三峡广场上 搞了一个音语角 叫做重庆那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实际上是个音语角 但是我把它取个名字写得很大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而且那个区委宣传部也支持 还联系商场跟我们放东西 我们还搞得有舞台有音响 都是宣传部给我买的 还给我发补贴 每个月发五千块 我们天天晚上 在那个广场上只要不下雨 我们在广场上又唱又跳 把那些棒棒军都能够弄进来 学英语学汉语 那个就很厉害 当时新东方重庆分校 也出了钱 就说赞助我们的活动 当然会打广告 然后他们也派人来现场演讲 展示他们的实力 找点声 结果来了一天 一次第二天不来了 回去说 那个方老师是个传奇 因为我天天在广场上想 他们来了一次他就不来了 因为他们在那种 对着广场上这些各色人等 有根本没有英里基础的这些农民 恭敬成的这些人 你要能够把讲过来 津津有味的听你讲 这个不是一般的本领 所以他们说 算了我们不来了 我们不来了 方老师太了 这个传奇 所以说我是经过 久经考验的 多次证实的 我有这个演讲才能 当然这个演讲才能 主要的基础还是在于 你读书多读书 但是现在不太喜欢读书了 也不是不太喜欢读书了 觉得读书麻烦 我就去看手机 我一天要看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我不看电视 不看电视也不看电影 根本不会追剧什么 联网剧什么 我就看那些新闻 历史 什么哲学 文学 扩展这方面的知识 但中国的历史 文学比较清楚了 但西方的呢 还是不是太清楚 因为原来对这方面 不太感兴趣 说现在我退休了以后就恶不 哪个领域不太熟悉 我就反不去去看 就算学无止境嘛 你只要每天坚持学 就会有长进的 而且呢 你讲起来才有东西可以讲 另外一件 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这要与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为什么我敢这样出来 很坦率的批评这个 批评那个 然后讲出自己的观点 是因为 我们共产党曾经很推崇的 一个人民教育家 叫陶兴之的 陶兴之先生 他原来在重庆百配 那个地方办行之学校 他有个共产党 合作办那个小庄示范 甚至那个国务院总理李鹏 都是他的学生 他就有一句话 就叫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 就是你教书啊 教人啊 就要教了教去 你就要教人 求真 追求真理 然后学生呢 千学万学 学作真人 这两句话实际上是 对我来说 一直都能够起到鼓励作愿的 当然你在国内那种环境里面 你用这 你用这两句话 实际上你讨不到好的 而还很可能带来麻烦 因为你 你要处处是真 那么领导就不会高兴你啊 人家大家都假 你要搞真 那你不是异类吗 所以说这个要灵活用 在国内你不能乱用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 很虔诚的用了他这个东西 叫雄有利 雄有义 他是陶行之的学生 也是所谓革命那个烈士的子女 但是因为他求真 做真人 57年18岁的时候就被打成有拜 然后你一直受歧视 最后79年平反了 然后回到学校努力工作 还有搞得很有诚意 然后他又宣传好逃行之思想 结果被学校骗到精神病医院 差点被关五年 就说他是属于偏执性精神狂 偏执性精神病 他对陶行之内 他太容易 他讲起来如属家争 你越会讲 你越讲得有条有条有理 在那些精神病专家看来 你就是有问题 你就是偏执 然后学校因为要陷害他 就学校就把他骗进去 然后给他交了五年的住院费 准备把他活生生的关五年在医院 那个故事很精彩 我原来写了一篇报告文学 但是没有被发表 那个事情今后再说了 就说但是这两条 你只要能够把它记在心里 能够用的话 你这一辈子是很好的 我们这里不是海外出了一个郭文贵 郭文贵还有一些人很追捧他 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被追捧 为什么呢 他就是假 就是蛮追 就是矛盾 胡乱吹嘘 他假 当一个人的信用失去的时候 你看到他都看他 你看到他都觉得恶心 所以共产党也是这样 共产党为什么现在王爷不是服软了吗 我们不想中美脱钩吗 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了吗 那你前一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前一段时间都好厉害 包括澳洲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说家里的关税加加80% 惩罚你还要发通知 不要到澳洲去读书 不要到澳洲去旅游 澳洲种族歧视 就像经济上打击澳洲瞧不起嘛 这是把那个什么 加拿大人判死刑也是一样报复嘛 那现在美国你不敢了 你没说拉几个美国人来杀了 走出判夺强奸 你要搞啊 你敢吗 说说中国人实际上 我们我们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了解 因为我研究中国人了 研究了20多年 为什么我一再说 我绝对不会回中国去 我为什么回去 我这里多自由多自在 我在国内我还估计这样过于那样 我习坐木崴 或者山巨秦安 哎呀谁也是污染的 谁 食物也食品也不安全 地沟油什么的 我在这里躲好 我这里哪怕就过得最贫贱的生活 我都非常的放心 非常的愉快 所以说国内的人呢 你不要羡慕基督恨 哎 有本事就赶快出来 没本事就要忍耐住 也不要乱骂 骂人没劲没劲 骂人没劲 你而且你骂也骂不过我 我经常说我们重庆人骂人不用学的 我们我们是天生的 我骂人可厉害了 女孩子更厉害 所以说 重庆人挺好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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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啊 哈哈 鱼 我以他为荣 他能够 当然他的作用可能没有什么大 他如果真正的 他的作用能够起到把 川普总统和那个团队的人 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 都是因为他作用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 那我肯定以他为荣啊 本来他是重庆人 我就以他为荣了 因为我们重庆人都是这样嘛 我们只能自去实话实说 而且他已经当上了汉奸了 光臣当上了汉奸 我还当不上 我还不够格 我还争取 争取当上汉奸 一般人当不上汉奸的 因为汉奸他首先是 你要是中国人 而且你还要为亲约者服务 现在亲约者还没来呢 对不对 为亲约者服务 还出卖国家利益 但是现在国家和共产党被切割开来了 就共产党不代表中国 共产党不代表国家 共产党也不代表中国人民 这下惨了 共产党是什么呢 共产党这是一小丑犯罪集团 一小丑恐怖集团 我这样说 因为我的澳洲可以这样说 你在推特上可以骂我 但是你不敢这样放屁的 你不敢说的 所以你还得要羡慕我 我可以这样说 非常感谢 一晃就讲到什么 一小时 一个半小时了 那么我要可能休息一下 然后我再用英语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里顺便提醒大家 如果你英语不好 赶快学 那个学的挺好的 特别是我们能够用英语 给西人骂架 而且还能够骂的 他受不了 这种 趁着把他骂哭了 那种 这个最爽 这是最爽 我希望你要达到这个境界 你英语学得再好 你如果不能干架 不能把西人骂哭 你这个英语不这么好 好了 OK BYE BYE